大家好 4月14日九哥周报 首先跟大家高呼一些头条新闻 CNBC星期五的时候 杜瓊斯指数上升260点 标普第三个星期上升 主要是因为业绩公布理想 包括迪士尼 甚至JP Morgan那些也有一个好的利益 大家原先预期可能因为经济可能差 优虑就不是那么大 大家会对下个星期更多的业绩公布 会有一些信心 所以变成都做好了 成交都相当大 但在星期五来算是比星期四上升了大约20% 我都觉得这个动力可能会有继续发展的机会 另外一个头条是总统先生公布了新的5G计划 变成了希尔说美国会赢 其实看他之前这样打击华为 然后说国家安全问题 然后自己好 我相信这个都会是美国一个新的国策 本来不知道为什么不玩现在又想玩 大家继续看 变成5G概念可能会是即将大家互相博弈的战场 这些是其中一个经济投资界的偶像 他这几年态度现在不再潮 变成了很多意见 我觉得他的意见都是正确的 这次他说是因为人口老化 美国所谓的税务的负责 陆陆陆陆陆会出现 如果经济放慢的时候 然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相信稍后会出现 这些是负面情绪 我相信不会立刻影响大市 但我相信大家都值得深思 劳工市场将来会有什么负面的影响 彭博其中的头条是说 欧洲行长德拉克又说 联储局的独立性受到影响 其实也挺戏剧性的 12月底加完息 鹰派继续还有两三次加息的时候 警员过了一个月 因为12月底平安夜跌了 就立刻说不行了 要不再加息 甚至乎要考虑退市停止 这些都是不是因为政治压力 甚至经济真的有这么大影响 会受市场人士 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受到怀疑 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讨论 我想因为这个原因 到现在股市准备破新高 现在说不会再加息 甚至乎结束退市 那会火上加油 到底会对经济游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稍后再看看 再看图 其中一个恐慌情绪指数 星期五收12.01 其实跟去年美股近级级级级时的10月 即临大跌市之前的11点多 现在又近一步 动力非常好 股票上涨 所以为什么恐慌情绪指数继续下跌 不会是下个星期马上就下跌 不过业绩公布期 譬如有开心或不开心的 也会有波动大 我相信这个到时大家会受到影响 标普这个2... 我说了很久 270-280的突破之后 上星期用了整个星期 在2,900过不了 星期五时四五点钟 大家开始乐观 突然之间冲过了 不再下跌 现在收到2,912 其实跟历史高位2,940几相差 只是大约1% 我大胆估计 动力是这样的时候 其实破新高的机会相当高 甚至乎不少基金经理 甚至乎分析员都说三千指日可待 我不反对 因为现在动力是这样 破了高位的时候 成交亦配合上星期五 成交相当大 在美股那里 在星期五大半日市来说 如果继续看着周初 动力会相当不错 其实也可以说10年的债息 也是在2.54之前的低位上冲了 星期五过了 甚至乎是2.57 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所谓Risk On 基金经理就是把一些避险的资产 转过去在险 就是去股市的移动 这也是合成合理 再上去的时候 可能我们要看近2.59 2.6那里是另外一个阻力 50天 到时看股票情况是如何 再跟进 黄金星期五相对低得少 很容易我们就立即将上星期的低位1280 甚至乎3月初的低位1280 又会有机会在下星期周初看到的 所以是买入的机会 再看股市的情况是如何 这跟黄金长线的趋势也有得去比较一下 到底股市再强还是黄金的市底更加高 到时我会再跟大家稍后再谈谈 怎么也要谈谈我们本地的期指 其实在我自己的讨论组里有同学说过 星期四突然之间302很大的抛售 那天早上已经说了很奇怪 那天早上应该上到303 照看标期收市的水位 但抛售非常大 结果过了一天后去到307以下 对不起297以下 大概500多点 然后竟然坐穿29700的恒指 不知道会不会有些场外的期权交易 甚至乎要坐穿牛证 我不知道 不过当它收了市之后 然后上去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知道这两天 这里被人压了货 这也是所谓的压炒港股的风险 来一些不知什么的交易 会影响到这些 现在大家又回到301 我相信之前的303... 近303...30295的高位 就应该下个星期会很大机会见得到 看看怎样波动的市况 然后再上到上面那里 到时我会在我自己的网址 甚至乎晚上的晚报YouTube 再更新大家的情况 看看先上证不用怎样说了 这个也不是一个技术分析的市场 不过尽管看回来 它是不好看的 不过不代表会下跌 下个星期 不过三点前 每天三点前 大家都要留意上证的走势 因为它会直接 大部分时间都会影响 其指走势 这都不能忽略的 今天就大致说到这里 给大家看过一个解释 在这里交代 OK 今天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下面发表简短的问题 我会尽量再答 最后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有订阅频道 记得点小铃铛 大家多谢大家时间,拜拜!